Thank you Pegasus Sam Siu 大家下午好 都吃饱了吗 那今天 站在这个台上 一样有一样之前的这个感觉 因为在 在我本身 真的这一生中 来到Rivray这间公司 真的不简单 因为每一次都会有惊喜 真的 在过去的 我 真的是一位平凡的人 但是在Rivray过后 参加Rivray过后 真的变成不平凡 因为站在这样的舞台 我相信 如果不是Rivray 我Sam Siu 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 在这里我们用掌声 谢谢Rivray公司 也特别要谢谢 在座每一位 谢谢大家 因为站在这个舞台 跟我们平常 在社会上 不一样 因为这个都是机会 包括 在这里我要 非常感谢的 就是Rivray 这间公司的总裁 我们的林文峰博士 在这里 谢谢他 因为没有他 应该我们也没有这样的机会 可以出到外国 来到印尼这个地方 跟大家做这个演讲 那包括 那包括在这里 我们有了这个机会 我们应该 要把人生做得更好 就好像刚才 这几位的分享者 就是我们的领袖 领导人 他们所讲的 他们的过去 如果他们的过去是我的话 我应该很难去承担 这些这样的责任 包括Heaven 刚才我们很记得 第一间店被烧 应该我就跑了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 我们可以在这个领袖培训会 可以听到别人的故事 因为这些故事 如果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做 可能他们的过去 是我们的将来 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做 可能 他的过去 也是我们的过去 那我们应该怎样去面对 这些都是因为 reway 可以给到我们 听到 这样的故事 所以我们再次掌声 谢谢刚才那几位的 分享者 领袖 因为如果要把这个故事讲出来 如果我们一对一 如果我们跟朋友去说 可能没有这样的效果 可能也帮不到什么人 但是如果有这样的舞台 起码 今天有来场的 有到场的每一位 我们都有福气 包括 因为这一场会议 因为这一场会议 不单只是今天而已 因为这一场会议 将会成为DVD 永远永远的流传下去 因为这些故事 都是我们自己需要的 都是我们要的 所以在座各位 我们非常有福气 因为有今天这一间reway 这间公司 所以我们在这里 真的要非常感恩 我们要学会怎样去感恩 因为在整个过程 从我一开始 那一天开始 我很感恩一个人 因为他把我带进reway 他也是我的二十多年的朋友 在之前我有提过 但是我在这里 我在想起当时我的情景 其实对我来说 我也是在找机会 不是因为他是我二十多年朋友 如果他是我二十多年朋友 他的这个出发点 对我来说更加重要 如果他是一个普通朋友 告诉我 可能我也会做reway 因为reway是一个平台 因为我当时是找着机会 但是这一个人 他非常用心 他也 他也把很多的 一些观念 一些知识 交了给我 包括一开始的时候 的一些 我们讲的 support 精神上 甚至金钱上 不怕跟他说 他也很support我 因为他告诉我 在reway 我还没赚到钱 Samson还没赚到钱之前 他也要给我 有这个机会 因为我赚的钱 是以前我做生意的钱 那个他都说 是过去的 如果在现在 在reway 如果要好好的 把一个朋友带进来 我们一定不要辜负 也不要浪费掉 这一次的缘分 所以我们在这里 真的要很感恩 我的介绍人 陈思天 谢谢他 思天 是我 从一 可以说的是 在过去这十多年来 他是我的一位 老师 可以说是老师 也可以说我的恩人 他曾经也帮过我 那我也可以说是他的恩人 我也帮过他 因为什么呢 因为人生肯定有起有落 对不对 我们不能去阻止我们的人生 在起的时候不能阻止他 他在落的时候 也不能阻止他 对不对 因为这些都是人生 所以当我们接触到这个reway的时候 他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他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那如果我们要把握他 第一样东西 我们先把自己做好 在今天 来到现场的每一位 今天是来上课呢 还是 给我们自己成长 如果上课的话 我们以前也上过很多课程 对不对 可能在过去我们也上过很多讲师基地课程 可能我们去花钱去上了很多课程 但是今天这一堂课 其实他不是课程 对我来说 这一堂课 是给我人生 可以再一次的提升 这一堂 非常重要的课程 那 所以在座各位 我们一定要了解自己 为什么今天会到场 今天来的这一边 到底是听一些方法 或者是听一些我们讲的技巧 或者是把自己改变 对我来说 我是比较 对自己严格 因为我希望 可以来到现场 把我自己改变掉 把我自己的过去做到不好的 今天可以改掉 从今天开始 重新来过 这个都是我时常告诉自己 所以今天 老板 那天他告诉我 这一次的讲师 是 是Samsung 他 也安排了我 在巴达 印尼 我也很奇怪 为什么会把我安排在这边 那到现在我已经真正的了解 到底为什么他会把我安排在这里 因为 他把我的格局放大 因为 我们不单只是 可以在马来西亚 我们也可以出国 所以我们真的真的 Doctor Lim的用心 我们看得到 那今天的这个主题 成交高于一切 那听到这个主题的时候 那对我自己本身而言 我自己的想法 应该是卖东西对不对 买卖对不对 成交就是买 卖就是成交 卖出去收到钱就是成交 大家认同吗 在座各位认同吗 买卖出去收到钱就是成交啊 那都是我一路以来的想法 如果在瑞威 我们的想法 如果只是买卖的话 他不能去得远 对不对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主题 我们要 做 多远 如果只是买卖而已 他可以做到很远吗 可能不能 可能有个别邻居 可能身边的朋友卖完了就没有 对不对 现在在今天 我们讲成交高于一切 再深入的去探讨 再深入的去看的话 他不是买卖这么简单 因为在瑞威这间公司 如果他当然只是买卖的话 他肯定不会大 他肯定也去到不远 他肯定也做不久 肯定也做不大 为什么 因为买卖 这两个字就是因为 一直以来困在直销商的这个脑里 很多直销商加入传销 专家加入直销 他以为只是买卖 所以就是身边的朋友 每一个都怕了他 对不对 每一个看到他就跑 因为一定有卖东西的对 看到他 你要卖什么这一次 这些时差我们都在谈 所以今天如果告诉大家 今天来到日月 还是卖东西还是买卖的话 那你们觉得怎样 等一下跑光 你身边朋友跑光 因为为什么 因为买卖 只是我们的一个开始 买卖 只是我们的一个开始 大家记得 当然 我们要做到业绩 我们要做买卖 赛兰今天也跑不掉了 一定要告诉大家 今天我的主题就是这个买卖 认真的听 可能 我们领悟的不一样 认真的听 可能我们知道的东西 又多了一些 如果讲到买卖 如果讲到成交高于切 曾经 一位领袖 我们非常佩服他 年纪小小 不是小不小了 年纪轻轻 也是我们最年轻的飞马 我们的林顺利 他曾经也讲过一堂课 对不对 来我们给掌声我们的 我们的飞马领队林顺利 曾经也讲过一堂课 这个也是同样的主题 就是成交高于切 那你们有买了这个CD吗 DVD又买了吗 有看了吗 那今天应该看了DVD的 每一位 因为应该今天再听一次的话 应该也是一样的 应该回去看DVD就好 那 那过去 林顺利 所给我们表达的这个成交 我非常感动 因为开始他告诉我们 他从 不知道DVD是什么公司的时候 就加入了DVD 他不知道 为什么就去拍了照 对不对 就是因为要上那本杂志 就是硬硬的拍了那张照 就是硬硬的把这些货推了出去 要求的 要怎样 除了求 除了感情 酷的 什么都出来 那这些是不是方法呢 是不是方法 那还有什么方法呢 刚才我跟Ivy 我们的副总裁有谈到一点 他说如果说到销售课程 成交的课程 他曾经也上过 他说什么二选一 有没有听过 你要买两套还是一套 这些是不是方法 是吼 那你要刷卡还是给现金 这些是不是方法 那如果他不要 老板时常说的 坚持多五分钟 有没有 你们都听过了吗 有 坚持多五分钟 讲他爸爸 讲他妈妈 对不对 坚持多五分钟 他还不能的话 再讲什么 讲自己 讲他对不对 很多东西讲 你们想得到吗 当你要的时候你什么都可以想到 当你要的时候你什么都可以说出来 对不对 当你要的时候你想尽办法 那多五分钟可能你讲多很多话 五分钟就变五十分钟 五十分钟变五个小时 就一谈再谈 那我们真的很坚持 真的很多方法 什么都有 那如果今天我再告诉大家 每个方法一一的列出来 你们把它抄起来 每一句话 把它录起来 把它抄起来 把它背起来 每天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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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听 回去 找一个顾客来试一下 一样用回同样的方法 有没有人成交 会不会成交 有没有机会成交 有 有没有机会不成交 也有 那如果真的每一个方法我们都用完 到底 结果是什么 结果就是 会成交 第二个结果就是不会成交 我有坚持 我有去二选一 我有去求 我有流泪 我有讲他爸爸 我有讲他妈妈 我什么都讲完 他讲没钱我还 我还不放弃 没钱我再讲 怎样赚钱 怎样吃免费 他还是不要 有没有 真的有 真的会不会发生 但是某一些的领袖们 可能他们都很厉害 他们都没有用过任何一个方法 他只是过去找他谈两句哪一套 有没有 什么方法都没出 那为什么 其实这个成交 今天我所想表达的给大家知道 方法必然重要 没有方法 连你开口也不知道讲什么 方法必然重要 如果要听方法 我觉得听林顺利那一场 已经很够了 对不对 如果要听方法的话 什么方法都有 甚至slide也可以放出来 很多种方法 但是今天我要所表达的就是 今天 每一位在做的 我们都是领袖 因为这一场 不是新人培训会 他是领袖 培训会 对不对 领袖培训会的话 我们不是告诉你怎样卖 我们也不用说什么方法 因为每一位可能都已经有了方法 但是今天领袖培训会 就是我们自己今天如果 已经是领袖 还是面对这样的问题 到底它是什么问题呢 我们就要想一想 看回自己 如果我们要成为领袖 如果我们要成为领袖 如果我们当我们是领袖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刚才 我们的这个 Raymond 我们的这位大领袖 有谈到的四大条件有没有 这个四大条件 其中一个 我觉得非常重要 形象 今天如果你具备所有的方法 所有所有的 真的要求 爸爸妈妈全部出来了 都不成交 可能问题出在你的形象不好 你只是穿着衣服 穿着T恤 对不对 那个 还会上来的那种 你去跟他谈传销 你去跟他谈Petit 不是他不要买 是可能他不想跟你买 对不对 如果给Vector去谈 他买了 对 对不对 如果给四千去谈 买了 如果给Dr. Lim去谈 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说 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想 因为第一个叫做形象 对不对 所以说什么方法都有了 这四大条件没有 什么都没有了 那包括我们有没有正确的这个 这个心态 卓越的心态有没有 我们是为了赚他钱 还是为了帮他 这个重要吗 你讲的第一句话 他已经feel得到 你要卖我 你要卖给我 你要赚我的钱 那种感觉很不爽 他就不会跟你买 虽然今天成交 高于一切 我觉得成交 方法必然重要 但是 自己更重要 虽然在座每一位 今天这堂课 我也曾经在台上讲过 我也曾经 是台下的观众 台下的听众 那我们抱着什么心情 来听这堂课 如果今天有带到伙伴来的 或者带到你的partner来的 那你会想 幸亏我有带他来啊 他听到 哇 真的 如果他没有来 真的浪费掉 辛苦有带他来 他听到这堂课喝水了 回去爆料 因为他有听到 我们不要一直以为 这堂课是讲给你的下先听的 不要以为这堂课是讲给你的伙伴听的 这堂课是讲给你听的好不好 就讲给每一位在座的你好不好 因为我们真的很需要 因为如果你抱着那种心态 你是学东西的人 还是你想你下先学东西 如果你想你下先学东西 永远学不到 因为你也没有改变 对 如果我们自己有改变 下先还没改变没关系 由你去影响你的伙伴 因为今天这一场再强调 他是领袖培训会 他不是新人培训会 所以说在座的 我希望每一位 包括刚才我们几位的讲师在谈的 记得抄了笔记也好 听了进去也好 我们是需要改变的 从这一刻开始告诉自己 听了之后一定要改变 因为如果不改变 我们将会好像现在一样 如果我们不改变 可能我们的之后 我们的将来会更糟糕 所以说今天成交高于一切 除了卖 产品之外 除了卖了产品制造业绩之外 还有 如果 这个人 你去卖他产品 你是抱着卖产品给他的心情 还是想把这个生意介绍给他 这个也是很重要 如果我们只是卖产品 卖产品 卖到最后 刚才讲过 各地邻居卖完 左边卖完 右边卖完 朋友卖完就没得卖 如果 这一个 你的朋友 你开始告诉他 这个产品的好处 这个产品吃了之后 有效果 这个产品帮了多少人 这个产品令到多少人改变 如果你告诉了他之后 你告诉他 为什么今天你会改变 从你的行业转来 你告诉他 这个人 将会是你的 一个合作伙伴 将会是你一个合作的对象 因为一开始 你就告诉他 这个是一个生意 你是很希望 可以找到更多人把这个爱传出去 把这个产品带出去 所以今天你找他的目的 除了把这个产品 带给他之外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成交 就是把这个人 推荐进来 成为Reway的直销商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态的话 我们要做得远的话 我相信可以做得到 如果没有这样的心态 要做得远也难 因为我们的出发点 到底是要把这个产品 你怎样对它 你怎样对待这间公司 如果单单 卖钱的话 单单赚钱的话 那个真的不是我们要的东西 那在今天一个人 进来了你的组织跟你合作 那个就是我们组织的一个开始 那个也是第二个成交 你们认同吗 因为成交的这个第二个 就是有人来到你的组织 有人加入了Reway 意思就是说 这个产品将会有更多人会知道 将会有更多人会买 原因是因为又多了一个人加入 所以说一个人的加入 是不是成交 他就是成交 他就是成交 如果一个人的加入 会令到这个产品 更多人知道 他就是成交 那这个人 我们说到这里就要说到组织 如果这个人 他成为了我们的组织的一份子的话 我们的组织多了一个人 但是很多人在想 我阿Sam 刚才讲了这句话之后 他在想 我时常卖了产品之后 他不要做 不要做Reway的 他只是买来吃而已 他只是吃了之后 爸爸吃妈妈吃 他不要做Reway 他不要加入 有没有这样的状况 我们要找一个人进来 成为我们的partner 成为我们的伙伴 有没有难度 有没有难度 老师的说 有难度 也有人在问我 那Sam 那你在过去到现在 你有没有推荐一些伙伴 就是直接的推荐 你有没有做 我说我有 但是他问我容易做吗 我跟他说不容易 那为什么不容易 因为 要把一个人 不喜欢做传销的 不要做传销的 他自己有行业的 他自己有自己生意的 要把他的 这个所有的思想 转来Reway 容易吗 不容易 所以就不容易 我当时候 就被一个人影响 就是谁呢 也是陈思天 他影响了我 他影响我什么呢 他那一个时候 我就问了他 我第一件事情 要做什么呢 如果我在Reway 第一件事情 一定 一定要 找出身边的见证 所以意思就是说 自己一定要吃产品 对不对 身边就是爸爸妈妈 或者姐妹或者老婆 一定要找出他们的见证 包括自己 要不要有见证 这个都是一个开始 那当我们要推荐一个人进来 成为我们的下限 我们一定要先搞好自己 自己一定要先吃产品 如果你没有吃产品 你绝对卖不到给他吃 这个就是第一个条件 那第二个条件呢 那个时候我就问诗天 他说我问他要找谁 他就问我 你看我找谁 那他就找我 为什么他找我 因为他认识我差不多20年 他直接找我 那我就在看 诗天之前找了谁 找了Malisa 我们的飞马领队 那Malisa跟诗天的 这个交情 应该有大概十多年 十多年时间 包括我看到 陈诗天也找了他的 以前的一些 很老友的一些 一些朋友 进来Reway了 那我就可以看到 其实要推荐一个人 成为我们的下限 成交一个人 我们先要想清楚 你要找谁 就好像今天我们去做生意 我们要开一间店 我们要找一个合作伙伴 找一个股东 你会找什么人 要找一个股东 跟你合作做生意 你会找什么人 第一个想到是谁 你要找一个而已 你会想到谁 最好的朋友 或者你的兄弟 或者 你跟他有交情的 可能你帮过他 可能他帮过你的 你了解他的过去的 他没有偷 没有抢 没有骗的 这个人很正的 你要不要找这样的人 这个人不偷懒的 你一定要找这样的人 跟你合作 意思就是说 今天来到Reway 你要找什么人合作 你要推荐怎样的人 你要成交什么样的人 你不是乱乱成交 你不是每一个人 你都把他拉进来 有时候 所以讲我们如果是这样的话 心态正确 我们要推荐一个人的话 会比较简单 今天讲到这里 如果我们要推荐一个人 我本身 我本身 个人 在过去 我也是找了我十多年的朋友 包括有小学同学 Eric 现在也是Timmy Power 我也是找了他 他是我的小学的同学 我也找到我幼儿园同学 三十多年的朋友 Elisa 我为什么找他 因为我跟他有交情 我跟Eric有交情 甚至我跟Jack Ly Timmy Phoenix 也有交情 我一开始就是找他们几个人 那成交率高不高 所以我们 要有成交的话 我们要先搞好 为什么你要找他 好不好 在这里你看 看得到的就是 成交就是因为 我们到底要找谁 你要找他 你认为他OK 你认为他可以 但是他也要看你 他跟你有没有交情 你觉得有交情而已 可能他觉得不是 可能你的过去很烂 可能你时常借钱不还 可能你很懒 懒惰 他看到你不爽 你怎样推荐他都没用 都不能成交 你做了多少东西都不能成交 是因为你过去 那怎么办 意思就是说 今天我们学了种种的方法 到最后还是要看回谁 自己 如果你的过去是不好的 如果你的过去是很烂的 如果你过去是真的没有朋友的 如果你过去时常借钱不还的 那怎么办 从现在开始改变 如果现在也不改变的话 你做什么都很难 不要说reway 是吧 今天我谈的这个课题 其实 都是我的过去 所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些事情 告诉大家 其实这个主题成交高于一切 我觉得的 卖 必然重要 推荐一个人 也很重要 但是如果没有把自己搞好的话 听了什么 学了什么 到最后还是一样 还是一样 卖不出去的产品 推荐一件不回来的人 都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每一位在座的 有来到现场的 我也希望大家听了 这一个一些的小小的一些分享 可以令到我们想起 为什么 我们 很难去做成交 就是跟自己 有很大很大的关系 那讲到这个一个人 那我们的交情 我们要建立 我们的交情 可能 从 现在 你很难找到一个有交情的朋友 可能你很难找到一个有交情的兄弟 或者姐妹 找不到 就从现在开始 如果你组织里面 有一些你觉得很不错的 你跟他谈得来的 就从现在开始 我们做 做些什么呢? 我们改变 我们不断的付出 不求回报 我们的不断的教育 不断的成长 身边的一些组织 一定会看到你的改变 那这个人 可能就是因为这样 就跟你有了这个交情 这个才能 把我们的事业 把我们的未来做得更久 做得更远 那这个就是 我对于要推荐一个人 进来一个组织 这个成交 就是跟交情有很大很大的关系 跟自己 有更大的关系 刚才 走向财务自由 这些课题 我们听了我们很爽 如果那个人是我就好 可以成为发展商在巴巴鲁尼 如果是我的话 但是问回自己 如果是我 有没有可能会发生 可能不会 因为我过去的心态都不是这样的 我过去都不是这样做事情的 但是由这一刻开始 我知道了之后 下一个就是我 因为我知道这些东西都会发生的 只是发生在别人身上而已 不是自己的 所以到最后还是要改变 如果这个走向财务自由 到底要什么样才是自由呢 就讲到 我们的林金香 G.S. Lim 他刚才讲到的一些 投资啊 这些我们都想往的一些财务自由 就是我们讲到这个 为何做直销 为何是直销这个课题 其实刚才有提到很多很多 那我们都想知道的东西 对不对 刚才那几堂课其实我觉得很重要 但是重要真的是重要 但是如果自己没改变的话 听了还是对自己不重要 因为我们自己都没有改变自己 自己也没做好自己 那我们听了这么多 到最后还是一样一场空 还是一样在reway 很难爬上来 别人可以 为什么我不可以 别人做得到 为什么我做不到 我们时常在喊 但是喊了之后还是做不到 有没有 为什么 因为我们喊了之后没有改变 如果我们喊了之后没有改变 一样同样的结局 一年后两年后三年后还是一样 所以当时候 我知道了这个问题之后 我改变 就在改变的这个当儿真的很辛苦 因为那个不是我 因为过去的我不是这样 因为过去的我 我的想法我的格局都不一样 我只是以为加入了reway之后 好好的跟好好的做 就做得到 其实 我们要跟我们要做是对的没错的 只是 我没想到的就是 很多东西我们还需要改变 包括我们的思想 如果没有改变的话 我们一样是原地踏步 特里面我很感恩他 为什么 因为他每一次都制造这样的机会 给我们改变 每一次 都花了很多的心血 去 去写了这些主题 去写了这些主题 我觉得这一次的主题非常棒 为什么 因为reway公司 要做的 要做的 要做多远 重要 台湾那一场 要做多久 重要 包括介绍的这一场 要做多大 重要 都很重要 这些都是谁在想 老板 老板在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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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肯定会成长 因为老板也不断改变 不断把这个reway改变 令到这间reway 这间公司 与众不同 令到reway这间公司 是可以不断成长 因为有改变 因为每一堂客 它都需要改变 因为 我们在做的领袖 每一位 如果都可以 因为这些主题而改变的话 reway将会是很强 reway将会在市场上 可以说是独一无二 对不对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老板的心态是正确的 老板做的东西是对的 我们才可以改变 如果这个老板 他这些东西都没想 只是我们去追 我们去跟 跟什么 没什么跟 虽然今天 除了今天之外 我相信在8月15号那堂客 我也很期待 你们期待吗 你们要不要去 我觉得一定要去 一定要把我们的组织带去 无论多远 我们要飞过去 我们多难 我们也要去 所以说 这些所谓的会议都要珍惜 我们都要感恩 因为有这样的课程 如果在市场上 如果在印尼 你要找到这样的一些训练会 我相信很难 因为我所知道的 大部分的传销公司 都是外聘一些讲师来讲课 但是我们不一样 我们是知己领袖 站在台上讲课 因为这些是实战经验 对不对 所以给瑞玟一个掌声 对 所以给瑞玟一个掌声 没有太多 我也希望每一位在座的领袖们 不断的 不断的 去改变 来到会场的 在家里看DVD的 我们也要告诉他们 老板曾经讲过一句话 英文 他说 准备被打中 今天整堂课 可能几个讲师 讲到听不进去 可能等一下Pauline上台 就是讲了那一句 打了进去 那个就够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是很期待Pauline 等一下的这堂课 对不对 我也很期待 通常 我知道 Raymond 刚才讲的那堂课 你们还记得吗 还记得 每一句话吗 嗯 有点忘记了 刚才我们的Jes Lim 讲的那场英文课 真的精彩 因为连我也会听 因为真的很精彩 因为我会听的原因 是为什么呢 不是我英文很好 是我英文是普通 因为他讲的英文很普通 我听得明白 真的要谢谢他 他是特地的 我知道 来谢谢我们的Jes 那Jes讲的那堂课 你们听得明白吗 明白 如果听得明白还记得起吗 再讲一次哦 那个就有难度 对不对 所以讲 刚才前面那两位 我觉得 不会可惜 不会可惜 可能只有那句话打中 够了 那刚才Heaven明讲的那两个精彩吗 我记得 就是那个赛跑的 跑到一半 我记得那个画面 你们记得吗 记得 那其他的呢 还OK 因为他是刚刚的那一个 对不对 那如果Pauline等一下上来 连阿Sam讲什么 你也忘记了等一下 算了就记得Pauline就对了 Pauline今天是非常重要的人物 因为他站在中间 那我们的交情开始有了 因为他坐在我戈壁 这些都是我们在Revade 可以得到的一些 这些不同的一些环境 令到我们不断的改变 那再讲到这里 刚才讲到的就是 一个人 加入了我们的组织 他就成为 了我们的一个下限 或者成为了我们的一个 伙伴 或者成为你的领袖 一个人 对不对 一个人而已 那很简单的说 那一个人如果加入了这个组织 他已经是成交了 对不对 他已经成交了 他进来了 过后 我们要怎样把这个人 留在我们的组织 那个更重要 我觉得这个结果是更重要 如果他进来了之后 他又出去 那个真的好像白做 对不对 有没有试过白做 有 我扶持了很多 他还是跑 我教了他很多东西 他还是跑 他还是不见调 被别人拉去 我甚至跟时常跟我们的高层 包括IVC 包括我们的 在谈天的时候 有谈到 那个人 被人拉走 那个 其实 Dr. Lim讲的一句话 会被拉走 那个人 就不是你的人 对 对 那在这里 观念上 我们的思想上 怎样要把一个人留下 如果 那个人跟着你 他赚到钱 赚到钱 你认为 就是这样就可以把他留下吗 会不会 赚到钱 因为你带他进来 这个 这个间公司 也令到他赚钱了 应该这个人会留在你身边吗 有些会 有些不会 我也是以为会 我以前以为 会应该会 但是经过跟我们的老板 有谈话当中 有时候有提到 他会时常提醒我们 你不要以为 那个下线 赚到钱他就不会跑 他恨不得现在就跑 他可能想等一下就跑 因为他不爽你啊 看到你他就要跑了 因为你每天对他指指点点 因为有一句话就是说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意思就是说 连那件事情你也不想去做 你叫他去做 你叫他去死啊 那你说这个人 看到你要不要跑 他看到你也怕 所以说不要以为 那个下线赚到钱 他就会留在我们的身边 那个下线 如果是你的partner的话 他赚不到钱 他也不会跑 对不对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是准备加入了这间公司之后 他是跟你并肩作战 一起打拼 由哪一个生意开始就赚钱的 不是因为赚钱就可以 不是因为赚钱就了不起 不是 是因为 是因为在你跟他的这个交情之外 还有就是我们在平时做了一些什么 这个真的我觉得很重要 这个真的我觉得很重要 如果我们只是 会拿他的 这个便宜 就是只是 他只是 时常想着要在他身上拿一些东西 这个人 他不单止要跑 他还会告诉他身边的一些人叫他一起跑 因为他讲这个上线不能跟的 有没有 因为一直在想 要怎么样把这一班组织的人挖到完 他要赚钱 就是那种心态 不想付出 只想得到 想做少少 拿多多 想在家里 睡觉 有钱赚 这些都是由 我们时常看到的一些心态 那 当我们看到了之后 我们也不允许发生在自己身上 在座的认同吗 如果我们还是做回那个人 我们就会发生同样的结果 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要把一个人留在我们身边 哪个叫成交的话 那我们到底做了什么东西 组织要大 组织要强 是因为每一个人都很配合 每一个人 他都可以 谈心 因为为什么 因为就是一组啊 因为就是一体啊 因为就是有共同的目标 共同的思想 共同的话题 那一个是要谁来制造 如果你说是你上限要制造的话 那永远是你上限最大 因为你没有想过 你就是那个人 时常埋怨上限没有做给你 时常说上限 应该这样的应该这样的 到最后 如果我们要把一个人留在组织 留在你的身边 你是谁 到底你是做了什么东西 到底你是什么样的上限 你的上限是怎么样 另外一回事 到底你是什么上限 如果你不断的要求上限要这样 他一定要帮我的 他一定要开会议的 他一定要开饭局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的上限做不到 你就要做 你就要啃 因为如果你不做 你不把这个责任啃起来的话 永远是别人的错 没有是自己的错 所以留一个人在身边 就要看你做了什么东西 就要看你付出了什么东西 如果要把一个人留在你身边的话 你一定要 比任何一个人做的事情都要快 如果是你 因为 你带进来的人 要跟着你 要以你为 榜样 如果 我们 我 你 不是榜样的话 你说那个人会跟你吗 不会 所以如果要成为一个榜样的话 所有别人不会的东西 所有别人不敢做的东西 所有别人不愿意做的东西 谁来做 自己来做 自己把他 啃起来 这个责任 自己把他拿下来 你身边不只是有一个人 你身边将会有一组人 你身边将会一班人 你身边将会一群非常忠心 一起打拼的一些兄弟姐妹 就好像今天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我们可以做 看到坐在前排的每位领袖 最受我尊重的这一位 尊敬的这一位 就是我们的 因为今天这边所有的人 都是跟着他 因为他就是我们的榜样 因为他做的好 因为他是不断的成长 不断的学习 所以说在今天 我们如果把自己也做好的话 自己组织可不可以大 如果每一个人的组织都大 公司要做得远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所以今天的这一堂课 今天这个主题 我们是要提醒自己的 今天公司可以做到远 可以做到大 可以做到久 不关我的事 为什么不关我的事 因为那个是公司 因为如果我加入的一间公司 是reway 如果我没有把自己做好 我自己就做不远 我自己就做不久 我自己就做不大 对不对 所以说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位 如果要跟着公司脚步的话 我们就要学习 我们就要改变 这个没得跑 这个没得逃避 因为我们是reway的人 因为我们在从事的reway 这个行业 是很伟大的行业 因为我们出发是在新加坡 马来西亚印尼 今天在印尼我觉得真的非常棒 因为印尼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国家 因为印尼的人口很多 当然印尼的华侨也很多 这个是印尼 还有没有其他国家 每一个国家都等着我们一起去开发 如果每一个人做到好的话 就从这里开始 肯定将来 的这个世界 版图 我们一定有人在 如果我们做不好 在的那个人不是你的人 是别人的人 因为别人做到好 如果我们要自己做到好 我们先成为第一个榜样 因为今天是领袖 培训会 是培训领袖的一个会议 如果这一场课 这一场会议 是成功的 是每一个人来到都可以改变的 将来的领袖 将会更大 将来的领袖 将会更有希望 因为有大家 给大家一个掌声好不好 那我们要怎样改变 我们要怎样改变 我们要 告诉自己 今天开始 今天开始 这一刻开始 我们 我们 要把 所有的过去 所有的过去 得到的一切 到现在所拥有的 所拥有的 一切 如果我们都可以把它归零 如果可以归零的话 它将会改变 我以前 听了归零这两个字 就以为 我想的东西是对的 这个归零我知道 就好像今天来上课 我们都是一杯 白开水一杯 把它倒掉 拿来这边放新的 把新的东西装进去 那个叫归零 那个是我以前的想法 那你们的想法是什么呢 种种的想法 但是当我领悟到之后 我觉得真的真的 归零是很重要 归零是很重要 今天 我想大家做同一个动作 大家做同一个动作 在座的 有印尼的朋友 不会听华语的 我也不会讲印尼话 我只会讲两句 就是totmata 瞇着眼睛 那等一下我叮一声 全部瞇眼睛好不好 有没有问题 上面的totmata ok 归零 可以了 那等一下丁一声 就全部瞇眼睛 就是瞇大概 两分钟不用 两秒钟 两秒而已 不过我再丁一声 就全部开眼睛 ok吗 都会做了 那不要睡着就好 两秒而已 那我们现在开始 我们一二三 有瞇了眼睛吗 来再丁一声 开眼睛 ok 你所拥有的在reway的 全部没有了 你所在reway所拥有的一切 你的组织 你的伙伴 全部不见掉 全部没有了 意思就是说 你从一加入reway到现在 你所找的人 你所建立的组织 就是因为刚才丁 全部空了 冥想一下 如果 刚才丁一声 全部真的没有了 没有了 那你会怎么办 你的心情会怎样 你所拥有的一切 组织 没有了 你可能有两个人而已 你组织今天来的 可能有新人 你找那两个人 两个人也不见掉 丁不见掉 你可能是飞马铃队了 丁一声不见掉 你可能是power了 丁一声不见掉 那种感觉 感觉一下 再眉着眼睛 感觉一下 没有了 全部没有了 光了 你会怎么办 你会很彷徨 你会很挣扎 为什么没有了 这个上天 对我这么不公平 对不对 为什么我建立了这么久的东西 全部没有了 全部光了 真的没有了 那我们就会 不断的 不断的 什么宗教都有 祈祷也好 拜神也好 求求你给回我 对不对 求求你 把那些组织的人 全部放回来 你不要把他带走 有没有 你有没有这样 你快快想一想 如果真的有这一天 如果这个是真的 如果真的是归零 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 这一刻 你会怎么样 One more round 对不对 这么容易吗 真的这么容易吗 你输出的所有的一切 没有了 不容易 如果再登一声全部回来了 你会怎么样 又回来了 谢天谢地 对不对 哇 谢谢你又给回我了 在这一刻 在这一刻 在这个时候 如果再登一声全部回来了 在这一刻开始 你会不会很珍惜你组织的每一个人 你还会不会说他错 还会不会骂他 蠢 你这么这样差 叫来叫去不会 不会 为什么你这样 你不要做好 有没有 不会再埋怨组织 不会再讲问题 你还会时常跟你上线讲 我那个下线这样的时常 哎呦 叫来叫去不会 时常白约 时常讲这个讲那个讲不可以 如果这个全部回来 你将会很疼他们 你要什么 你要怎样 什么都可以 因为你很怕再失去 对不对 因为你很怕没有了 你很怕好像刚才这样在刹那 不见掉 所以讲如果我们每一次 都会告诉自己这一点 我们就会珍惜组织 无论组织里面的人是什么人 我们都要知道 每一个人都是有用的人 他们都是有用的 对不对 只是他们可能在当初 可能在之前没有遇到一个机会 可能他们在过去的环境 令到他们变成这样 很烂一个 不可以用的 这个人 如果你再继续埋怨的话 将会叮一声没有到完 好不好 你要记得 如果 今天我们当着每一个人 在思想上 你当着每一个人都是 有用的人 你会珍惜每一个人的话 就好像Dr. Lim 我很佩服 非常佩服他 又提到老板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是老板的过去 给我们看到的一些东西 他所做出来 给我们看到了可以学习的地方 如果Dr. Lim在当初 没有把这个人珍惜好 没有把这个人放弃 如果他放弃的就没有了 没有了这个故事 阿尔伯 我知道 我们的Dr. Albert 阿尔伯 Ta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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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bert 曾经是家迪士 对不对 对 那如果在老板的眼中 这个人是得失司机的话 应该改变了整个故事 对不对 如果当初没有珍惜 没有珍惜的话 今天也不会有这样的结果 对不对 如果老板 Dr. Lim 他不珍惜 这个人 马来西亚也会改变 Simon Wong 如果当初 老板有一点点的嫌弃 一点点 歪一点点 马来西亚改变了 对不对 没有了我 很多东西都没有了 虽然这个珍惜重要 因为老板当初当着每一个人都很重要 因为老板当初当着每一个人都是应该可以的 他相信他 那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念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思想 如果有的话 在我们组织任何一个人 他都是可以的 他都是重要的 我们都要珍惜他 如果我们了解了这一点 我们的组织 他不止那一个人 我们的组织 也不止那一组人 我们的组织将会越来越大 因为你的思想 会影响你整主人 因为如果你整主人都有这样的思想 都会珍惜 都会感恩的话 我们就会做得更大 做得更远 做得更久 是因为思想 所以这个信念 这个态度 我们是直接学习的 我们再次给 Dr. Lim一个 真的真的一个掌声 很重要 我觉得 那 谈到这里 归零 是因为 我们要学习 如何珍惜 如何感恩 如何令到我们自己改变 不断指责 不断埋怨 只会令到自己 越来越辛苦 只会令到自己 越来越没朋友 只会令到自己 越来越令人讨厌 看到你也想跑 赚到钱 他也恨不得现在立刻要走 因为他很不顺眼看到你 因为你不珍惜他 因为你时常来怨他 因为你时常指责他 所以在这里 要成交 一套的Bertia 重要 重要 要成交 把一个人带进组织 重要 也是很重要 要成交 把这个人留在组织 这个是最重要 这个是看我们每一个人 从今天开始 我们一定要不断的告诉自己 珍惜感恩 好不好 那在这里 我的这个分享 虽然 虽然 我觉得 个人觉得 可能讲的不够 但是 重点的就是 就算讲多少 就算今天把它 再一次的强调 再讲多一次 那只是听而已 所以说今天 我也希望 我这个分享 可以帮助 更多的人 可以在 可以在 可以在我们的组织 可以在我们个人 成长方面 可以做得更好 在这里 我也借这个机会 谢谢大会 谢谢每一位 工作 就是我们的一些 development 包括我们的management 我们的一些同事 因为他们的付出 真的是我们一定要看到 因为他们的付出 跟我们不一样 因为他们的付出 我们才有今天的这个会场 所以我们再次给掌声 谢谢我们的每一位 每一位有付出的 谢谢同仁 尤其 我们的带头人 我们的 Kodia 我们的副总裁 因为他 带着这个头 领着这个队 就是因为他 在印尼才有一场 这样的一个领袖培训会 在台湾才有这么漂亮的会场 甚至在吉隆坡肯定更漂亮 肯定在9月份的表达会更漂亮 肯定在这个12月份的这个表达会更漂亮 因为有动力火车 对不对 这些我们都要知道公司的付出 我们更加的应该感恩珍惜 在这里 不舍得下台 但是时间也差不多 也希望 再次有机会 可以站在台上跟大家分享 在这里 我也趁着这个机会 也趁着有这个时间 我也要告诉自己 给自己改变 因为我知道 这个机会 不是时常有 这个机会也很难得 因为我加入Reway 短短两年半 我上了三次这样的台 我真的很感恩 第一次做这个MC 就在8月份也是 前年的8月份 去年的8月份 也讲了一堂课叫真相 在吉隆坡 那今年的也是8月份 在巴掌 讲的这一堂成交高于一切 因为这个舞台 我每一次上来 我都很想自己做一些东西 给自己 因为老板有曾经说过 任何的决定 任何的目标 是要在环境 一个大环境里面做一个承诺 因为这个大环境才会影响自己 告诉自己不能做不到 因为在这个过去 如果我们要把自己改变好的话 一定要先承诺自己 一定要 自己一定要啃起来 自己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好 所以在这个大环境里面 今天 我也想告诉自己 在Reway这段日子 真的很感恩 很珍惜这个日子 那在这里也是 非常开心的 也是可以 挑战了自己 在这过去的两个月 已经过了这个飞马的 领队的这个第二个月 就是上个月 这个月将会是我第三个月 在9月份 我也很开心 应该就会有这个机会 站在台上被表扬 这个也是大家梦寐以求 对不对 那我也是一样 那做得到的原因 就是什么呢 给自己一个理由 找出一个理由 为什么你一定要做到 因为每一个人如果有理由的话 就算那个理由是非常简单的理由 我们只是想 这个理由我一定要做到 就不能放弃 我是为了家人为了儿女 我要上 站在这里 9月份 我承诺自己一定要成为 这个backers 12月份 我也要挑战 在这间公司 我知道每一次的挑战 要成功 要得到 真的不容易 在这里12月份 我也希望 更多的人可以 成为backers 成为飞马 那我也在这里承诺自己 在12月份 我将会是backers 将会是backers 2 就是在12月份 也要谢谢大家 每一位 每一位的领袖 在这里 今天的时间 谢谢大家